我要换问到绿色的档案,我是DK 台湾的老牌食品,易美 在2017年推出了一款叫做厚奶茶的饮料 他强调没有添加奶精、香料 还用50%的乳制品 并且只有在好诗多独家贩售 没想到一推出就引发抢购热潮 好诗多每次一开门 大家就像风群一样涌进去抢购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什么丧失电影 由于排队实在太花时间了 后来还出现专业代购 原本一组三瓶135元 转卖价格可以哄抬到560元 其实易美跟好诗多并没有推出什么饥饿行销 过一阵子就跟雷神巧克力 胡适蛋塔一样 喝奶茶走下生坛 无形之中就退烧了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至今还是让人搞不清楚 有人说是有专业的社群媒体大师在背后操作 也有人说一切都只是一连串的巧合 就在六年前 也有一样东西被卖到翻过去 这件事情不只是波及到好诗多 而是每一家的量饭店 大润发全联加热服爱买 所有价值上都是空荡荡 有人甚至开着卡车来扫购 台湾一头热现象也说到外国媒体的报道 奇怪是当时的时空背景 没有发生疫情 也没有任何的动荡社会事件 更诡异的是 被民众抢购的商品 居然也不是什么稀有东西 而是再普通不过的 卫生纸 这场时空的购买槽 究竟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卫生纸之软 2018年2月23日这一天 网路与电视媒体突然不约而同的报道 卫生纸全面要大幅度的涨价 报纸则是在隔一天以大篇幅的方式报道 大概是说 量饭定业者接到卫生纸各大厂的通知 书节 可力书 月月花 柔情 贝杰雅 由于国际纸张因为各种因素的调涨 所以卫生纸也不得不要跟着涨价 预计在3月中下旬 开始反映这一波的成本 涨幅最高大涨30% 因此各个通路 推出卫生纸促销活动 方便民众囤货 涨价和囤货这两个关键之一出来 大家瞬间就开始行动了 就像听到油价要涨 大家立刻会到加油站加油一样 2月23日下午 消息一传开 人们纷纷到大卖场 大量购买卫生纸 购买潮也透过通讯软体迅速传播 例如有人上班上到一班 突然接到朋友通知告诉他 赶快去超市买卫生纸 不然等到3月就来不及了 于是他匆忙请了假跑去超市 发现已经有不少人在疯狂抢购 一包包的卫生纸被迅速搬走 或加上很快变得空荡荡 还有台中陈先生一家四口 专程去卖长长沟 把两个推车都塞满卫生纸 他说卫生纸销量大 反正又不会坏 就是先买起来囤放 那这样的心情也蔓延到台北的好市多 每个人的推车都塞满了56袋卫生纸 每袋有24包 一名王小姐就只拿了一袋 结账柜台还很疑惑地问他 你真的只需要一袋吗 整座好市多充满了怪异的气氛 夹杂着兴奋紧张的情绪 好像这是一场比赛 必得是谁抢到最多的卫生纸 谁就是赢家 爱买的公关经理也提到 2月23日下午 已经开始有民众抢购 隔天24日星期六 购买的人更多了 到了星期六下午2点 全台的爱买尸体店面 已经卖出了15000串的卫生纸 初步估计全台的爱买 应该可以卖出2万串以上 然而事后证明 爱买的公关完全低估了销售的数字 或者说它低估的是 人类集体行为的力量 当卫生纸需求激增的时候 顾客的疯狂购买 超出了所有理性的预期 场面变得一团糟 结账队伍排得超长 家乐福全联大润发美联社顶好 同样也都上演 狂热的抢购场面 不只是实体店面 抢购潮也在网络销售平台上 掀起了浪潮 包括生活市集 爱买购物网 猫猫 PC号 虾皮 在24日的早上都还要货 不过到了下午 卫生纸品项就被抢购一空了 捧获的速度完全跟不上民众的抢购需求 整个市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抢购狂潮 25日这一天 抢购行为不但没有停止 反而更加严重 卫生纸之乱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阶段一 第一批人因为担心涨价 纷纷跑到卖场扫货 随着架上的卫生纸越来越少 因此引发了某种更严重的恐慌情绪 当全台卖场的卫生纸都被扫空以后 就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种人出现了 这些人是本来不担心价格调涨 没有第一时间跟风抢购 但是架上没有卫生纸 你本来是在卖场要买个鲜奶 发现大家都在疯狂抢购卫生纸 这一刻你也不得不加入抢购的行列 于是整个市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每个人都拼命想要囤积卫生纸 超害怕下一秒就没有了 这场抢购潮已经彻底失控 即使政府官员出来信心喊话 说台湾的物价是稳定的 不用担心卫生纸会带动物价 同时也说 各大通路量贩业者 承诺3月中旬以前 不会趁机涨价 卫生纸没有缺货 只是物流运送跟不上 但是喊话根本没有为台湾人带来信心 大家仍然继续疯狂抢购卫生纸 陷入恐怖的漩涡 没有人相信官方的保证 甚至阴谋论四起 先对政府预改迷彰 好像要演示什么一样 因为大家确实看到的就是 卖场价上的确没有卫生纸 所以认为卫生纸匮乏才是真相 恐慌像洪水一样 迅速清洗每一个城市 结果就是大家抢得越凶 每个人都怕自己落后于人 甚怕再晚一步就什么都买不到了 整个社会被这场卫生纸风暴搞得人心惶惶 大家拼命的在囤货 无视一切理性 结果就是恶性循环 爱美料饭店的销售量 平常一天是4000串的卫生纸 现在竟然卖出2万串 整整暴震5倍 台南的加勒服工作人员说 一天捕获3次还是被扫光了 大轮发说 一个晚上就能卖出1000箱的卫生纸 很多人都是一次扫购5箱 捕获速度完全跟不上 民众干脆就在货架前等待 城乡的卫生纸刚抵达 工作人员还来不及拆封 就被大家正乡都搬走了 所以好事多干脆就采取限购措施 以供购商来不及的理由 限定每一天每一张会员卡 只能限购2包 电商通路更惊人 例如PC Home 平日一天卖出1000箱 从23日开始出现强购潮以后 超过95%的消费者 一次购买6到8串 也就是72包到144包 接连3天竟然卖出了500万包 尤其是24日达到了抢购的高峰 光是那一天就卖了3万箱 超过95%的库存 都被抢购一空 跟1月同期比较 销量暴增22倍 等于是平均每3秒 就卖出一箱卫生纸 生活市集也在3天内卖出了5万箱 Yahoo奇摩购物中心 1秒卖出30包 24日业绩比同期暴增30倍 最夸张的还是松果购物 销售增长了236倍 乐天市场虾皮 Friday购物 也都有百倍的销售成长 到后来网路买家 已经不管有没有促销活动 也不管是什么品牌 只要卫生纸有货 就马上收刮 所有网路商城 在那几天的库存量 全速清空 因此只能打上 受完捕获中 不只是卫生纸 连带的 厨房用纸巾 残金纸 石纸巾 所有类似的产品 全部都大卖 更神秘的是 虽然国际纸将 价格一路上涨 日本人大厂也计划 跟着调涨 但是就是围独只有台湾 掀起了这个疯狂的抢购场 这世界上没有地方 这场闹局背后必定有 隐藏的原因 我们再讲两个抢购故事 当时康世美推出大降价 贝杰亚一串八宝 原价139元 促销价一口气降到59元 家住金门的陈先生 向康世美订购 170串的抽取式卫生纸 他总共花了1030元 打算囤了一年的用量 还有云林有一家 资品公司 也没有成绩涨价 还寄出了大折扣 只要购买8箱卫生纸 立刻赠送 市价3000元的折叠单车 于是就有人买了整整24箱 花了2万多元 得到了三台折叠单车 由于卫生纸面积太大 民众出动了小货车 才把这24箱卫生纸载回家 脸书上的卖家们 打上大家一起囤积的字眼 PC用也贴上爽动的文案 抢货打作战 你准备好了吗 背后则是放上空档的货架图案 社群媒体瞬间点燃了囤货的狂热 把气氛推向了狂乱的最高峰 大家看到这些贴文以后 立刻行动 手机不停响起各种通知的声音 群组的讯息疯狂转发 每个人都在催促轻油赶快去购买 卖场外排起了长龙 车子急爆停车场 卖场的通道上 凌乱停放着推车 推车里面塞满了卫生纸 结商队伍绕了好多圈 空荡荡的货架 让人联想到 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夹娃娃机里面摆的不是别的 正是卫生纸 然而在这场狂热气氛之中 也有人选择冷静和清闲 在彰化社头 有一家乡亲百货 也遭到了这股风暴的袭击 200串的卫生纸 一夜之间被抢购一空 即使隔天向厂商追加了100串 也在不到10分钟内卖光 虽然声音这么好 但是老板完全没有感到开心 老板看到很多 真正需要卫生纸的长辈 跑来他的店 然后告诉他 我已经跑了6家店 还是买不到卫生纸 所以他就有感而发的说 明明大家都不需要这么多卫生纸的 台湾人平均一天是使用36张 平均每个人只有一个臀部 只有两个鼻孔 却因为抢购的恐慌 把货架一扫而空 于是这个老板就在脸书上发文呼吁 关心独居老人 接下来乡亲百货 会把卫生纸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他也言论在网络上引起广泛的讨论 也让他获得色头暖男的称号 人们开始反思 这场风暴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社会现象 这是3月1号的照片 虽然看起来没那么夸张了 但是价值上 还是只剩下零星的卫生纸 显示出抢购的热潮还没完全退潮 不过热度 以人们无法察觉的速度 正在缓缓地删去 简单解释一下整个事情的发生原因 这是因为大家都在抢买 自己不满就会觉得吃亏 每个人都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也只能跟着去抢购卫生纸 解决办法 就是强而有力的相关单位 站出来辟谣 这样才能停止大家的恐慌 于是公平交易委员会就跳出来说话了 他们说 我们有抓到远凶了 这一波恐惧的源头就是 大润发 大润发为了促销卫生纸 定出了一个档期 在2月23日到27日之间 卫生纸将会在大润发大降价 结果他们以公关手机 电子邮件 以煽动字眼发送新闻稿给各大媒体 卫生纸确定大涨 账幅不是3%而已 20高达30% 再提出自家卖场正在进行降价 为的就是趁机拉抬买期 其实上游厂商和大润发 当时根本就没有确认要涨多少 什么时候要涨 涨幅是多少 他们就用手动的口吻 发出挑动人心的新闻稿 造成新闻一出来 大家因为恐惧心理 慌忙抢购卫生纸 大润发因此挨罚350万元 原因找出来以后 恐慌性购买狂潮终于消失了 市场机制回归正常 这就是2018年 卫生纸滋乱的始末 大润发绝对没有想到 发个新闻稿也会造成这么巨大风波 虽然他们没有再确认涨价幅度 就进行先发布耸动的讯息 确实有错在先 但是说穿了 他们是一个小地震 而真正引起巨大海啸的 我想可能是人类集体的恐惧心理 大润发相当的不服气 后来有提出抗议 不过被驳回了 还是要乖乖缴纳350万元的罚款 值得一提的是 2020年卫生纸之乱 竟然又卷土重来 当时爆发了疫情 赖的群组有人流传 因为赶工做口罩 所以卫生纸原物料不够 赶快去抢买卫生纸 后来即使专家辟咬 口罩跟卫生纸原料明明就是不同的 仍然还是造成很多人跑去抢卫生纸 最后发现 源头是一名卫生纸用品的成销上 人类的历史总是重复上演 每当出现危机 大家就会陷入恐慌 冲到辐测 卫生纸之乱 其实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缩影 即使进入AI时代 这种事情并不会停下来 事实上科技进步 反而让假讯息更容易制作与传播 世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变的 只有人类的恐慌群体反应例外